編句TV 第三季 編句TV 第三季 第四季 現在都沒有節數 出場當然要專注 傳說中是古牙狼 這間是F4F這公司出的 大家知道也不會有很多公司 會取得那麼強烈的玩權 現在來說算是強烈的 F4F絕跡在遊戲平台上很久 不過最近好像是PS4會再推出 已經推出了兩星期 推出了兩星期 很好賣 遊戲沒有賣 真的不知道 為何我會玩這個古牙狼 以前我是玩星之卡比 紅色的古牙 差點把劍在那裡打 那怎樣玩到古牙狼呢 以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沒得打機 他在麥當勞 以前為了吸引小朋友 他有放了幾部機 有星之卡比 最多人排的 第二台機就是古牙狼 所以我對這個時候 古牙狼有些印象 但是你說很詳情的故事 或者什麼都不記得 我記得是類似橫向的遊戲 是橫向的 然後跳一下轉一下 他就出在PS的 星之卡比的NOS 4 那個年代是 古牙狼 好像是我以前買PS 回來第一款遊戲 之後 他很習慣 他整款遊戲就是橫向 總之一開始是他女朋友被捕走了 他就一直救他女朋友 然後一直橫向 其實好像Mario 玩下去 類似的 他就有那些木箱 他就要轉轉轉地打爆它 然後中途 你可能突然會轉到一些木箱 就會有他盒上面 這裏有一個 木面具 然後他頭有幾條羽毛 你可以被人撞幾次 就不是馬上死的 那就是這個面具 不過 多數 產品是不是沒有面具 但是這個產品 A4F 通常 上次如果出了這個尺寸 這個包裝 這個尺寸 上一款換個 你介紹過的就是 薩爾達傳說 就是那一款 這款 這款是古牙狼 9吋 都是做PVC 通常女公司 出開PVC的模型 都會做Window Box 其實這個盒不錯 對 你可以看看QC 可以不可以 我很喜歡這個盒 不如我們趕開QC 對 對 很喜歡它頂上 也有一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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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否被你剪上去 搭上去一起畫 這樣也不知道 看看 那些是 入釘的頭數 前方 好 好 很快 它底下有一張東西 是甚麼 是甚麼 是 咦 原來 它還有 另外還有 一款古牙狼 會出 它帶了一個 它是不同動作的 不是 這個 是要去看這款 是Crash 是Crash 下面 下面還有一個 紫色的恐龍 我以前也想過 也是PlayStation 對 然後它就是 一條紫色恐龍 會噴火 對 原來拆出來 這個是一個 很簡單的 Bad Job 給大家 背景卡 對 一個背景卡 給大家做一個 Bad Job 這兩個是收到後面 夾到後面 對 這樣是給大家 拍到基本上的顯示 這樣 我們先拿走 很少見 現在玩PVC Figure 也有說明書 教你玩大陸 不如我中間拆入一下 不如我上次宣傳一下 ACG也好 對 沒有 因為剛才提到 裡面這個紫上 有一個叫恐龍 應該叫Spyro Spyro 遮蓋著曲 對 對 所以我遮蓋著 Spyro 對 Spyro 這就是另一隻公仔 將會在ACG展出 F4F 會有擺展 會有擺展 因為是Alfred C 即S7 對 對 那就是代理 所以他們也會有擺展 到時有幾次會看到 這隻古惑狼會看到 可能有少少 可以買 知不知道這隻古惑狼有錢 有興趣 這隻是500元以內 這麼划算 這麼划算 9吋 你這個尺寸 其實 玩這些PVC 或者景品Figure 大家都知道其實是 捉到那個神髓 對 因為其實你玩ActionFigure 沒有可能做到一些PVC景品 要做的一個表現 對 你看到 其實你看到 他的眼睛這些 都很划算 我忘記了 這個動作 是否贏了過關 但給我的感覺 是我的感覺 應該是 正式有一個 對 這個 對 這個 對 對 你會特地拿回這些東西 你說 如果要檢查你的PVC Figure 就大約都是這樣 還是便宜過之前的Link 其實之前的Link 應該是500多元左右 這隻會便宜一點 計算我領售價 可能因為複雜性沒有那麼高 但這次就會去 最後宣傳 又要順便做一些廣告 接下來我們ACG 我們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們會是 特約 不是指定 亦不是獨家 特約的媒體 我們會幫ACG一起合作 到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 booth 應該是E25 E25 到時候會見到我們 每一天 基本上我們都會有些 主持輪流 跟大家當一下 見面 會即時做一些Live 或者訪問 最注目的應該就是 希望我們聯絡到一些 平時小友 在爆玩具出現的牌子 希望可以來到當中 和我們爆玩具 例如日本公司 平常在日本 或者很秘密地處理 所以我們這次 可能會即時找到 你們幫忙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在E25 到時候會見到我們 玩具TV 有一個 booth 請問家 或者找Ku簽名 都是可以的 阿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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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簽名的時間 好像是星期日的4點 對 尋售的也請排隊 對 我們都會直播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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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尋售 請排隊 對 獻香文 也會長一點 本書叫什麼名字 會物壯子 會物壯子 我曾經也說這個名字 不錯 會物壯子 不是喜愛野部 會物壯子 我們開始離開 宣傳言 宣傳言 我們先看 雖然說PVC 如果在現場看 你會看到 因為鏡頭看不見 後面 其實它不是清一色 橙色 這樣出那麼後期 它有刁毛毛 它是有刁毛毛 手指明顯很多 很明顯 但身上也有 它全部都給你 只不過 鏡頭看是單色 有機會是橙色 其實是有的 你摸上去 其實是有點凹凸的 這些位置 其實它的手指 為何比較明顯 因為它有特別做素式 打音 所以明顯一點 但如果 大家在遊戲中 看它的身體 是純橙色 如果它跟著 都照樣打 就不太好 它不可以打得那麼明顯 因為 如果打得那麼明顯 就沒有卡通化 對 還有很有趣 以前古惑狼 玩遊戲的時候 除了轉外 它的眉 其實近乎 沒有跟著它的主題 就是它的眉 是離開了它的頭 我看到它的眉 很有趣 你看到這個雕刻 它的眉 是離開了它的頭 我給大家看看 它也挺重現到 它的遊戲中 你前面以為 它的眉是跟著它的額頭 但其實你把產品 一令它在後面 它的眉是離開了它的頭 它的眉毛 其實不是跟著它的頭 它在遊戲中 它是很誇張的美式表情 那些 那些眉是 可能一嚇到 它的眉毛 就會離開了我的頭 所以它也挺全神 還有它有一種美式風格的雕刻 就是它的眼睛是突出的 這個是有一種喜感 你看它的時候 我覺得挺好笑 還有眼疑印 或者眼打的光油 加上它大小眼的表情 其實我很喜歡 其實你問我 是股阿郎的名字 一定會付錢 因為股阿郎 真的沒有什麼產品 其實只有FOF 才經常拿到一些 比較 可能大家有些童年回憶 或者不是香港地方的童年回憶 是外國人的童年回憶 偏外國 有每一份東西在這裡 對 它有推出過很多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有美版ROCKMAN 星之卡備 有些 PATMAN 多香港人 認識一些 但又是外國遊戲 就是這個 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不太記得 阿滴很喜歡的 這個 這個 又是遊戲遊戲 以前 因為他們專出一些 電腦 或者電視遊戲機的 一些人物 但外國化一點 其實是很紅的 不過可能大家以前都玩過 不過就正式沒有什麼產品 但你說如果我最欣賞他們拿的產品 就是 超音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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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沒得頂的 超音鼠 接下來有Switch 不要動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多說一些這間公司的資料 有興趣 當然是上FIRST FOR FIGURE的網站 或者去找社群 問多些資料 都是這些 我當時看著 它的產品 都會拿到很多回憶 我個人來說 這隻我會後綴 這隻我會後綴 這隻會後綴 因為 出了嗎 會 其實我們是 全世界第一個 去unbox這隻 剛剛開始出貨 這個是船頭版 船頭版 這個 如果三四個水 一隻景品 其實是值得玩的 其實不錯的 有拉筍 這麼大隻 真的 因為三四個水 四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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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些真是 付錢 你不買一隻 就沒有了 真的不會有另一間公司 一定會突然會再出 如果剛好 他剛好就出了一隻 古惑狼的遊戲 就買了 一千元有雜 又有遊戲 又有什麼 開心 你當時 SONY這個公司 會否推銷 古惑狼的遊戲 因為剛出了兩星期 聽聞也很好 對 這一節 我們先說到這裡 因為我們打後仗 有更好的產品 好 待會見 拜拜 吸塑也不錯 對 吸塑 對 這個我小時候打過 這個我小時候打過 我上去辦公室 我看到星期卡比 我都中了 他們很累 他們的東西是賣得完 好 他們 他們